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魔科无量》。 何为命运? 为何生活中总有人抱怨自己的命不好?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或者是嘴头上, 都时常会想到或说出命运这两个字, 而且大多数人似乎都是认命的态度。 那么,什么是命运? 命运真的能改变吗? 究竟要如何做呢? 什么是命运呢? 其实,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 命是定数,是指某个特定的对象, 而运是变数,指的是时空的转换变化。 命是余生俱来的,而运却是会改变的。 命是人的一生所归,很难改变, 如好命、坏命、富贵命、贫困命等等。 运是人的一生历程, 在某些时段或顺或逆,有其有福, 如红运当头,时来运转, 观运、霉运、金钱运、桃花运等等。 所谓命运,是命和运组合在一起。 即人们常说的宿命和运气, 就是某个特定的对象在时空转化的过程中。 也是指事物由定数与变数组合进行的一种模式。 从命理学上来讲,同样是两层含义, 一是命,指先天所赋予的本质。 二是运,指人生各个阶段的历程、运势和变化。 正所谓命论终生运在一时, 虽然命数不会改变, 但是运气一道, 命运也就会随之变化而改变的。 命运真的能够改变吗? 一,命运分为天命和人命。 命运分为天命和人命, 前者是自然力量, 后者是人为事情。 天命是上天给的, 天命不可为, 比如生老病死, 日出日落, 花开花谢, 四季轮回等。 这是大自然和人类的天赋本性, 谁也无法改变。 只能顺从, 不能违逆。 而人命呢, 更多的是属于后天, 是通过后天的努力, 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, 所达到的一种人生活得。 他追求把自己的能力和创造最大化, 尽可能地实现自我之最大成就。 二, 诗人对命运的误解, 在一般人那里, 命运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。 认命者经常说, 这就是命呀, 没办法呀。 这样说, 似乎一切都已注定了, 我们无力改变, 但事实是什么呢? 事实是很多事情, 跟我们的性格, 认知和天生惰性有关。 如果把命运等同于机遇或人生转折点的话, 那大多数人只是活在自我所营造的命运之欺骗中,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尝试改变命运, 更没有像贝多芬那样,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气魄和伪力。 对于现实的很多人来讲, 个人的努力和经营是不起作用的, 是无法对抗命运的。 他们把很多事情都归咎于外在的客观条件所限, 从来不去考虑自我的认知错误, 观念偏见, 以及各种人为因素所导致的自我创造能力的丧失等问题。 这就是我们对命运的误解和误用。 三,除了天命, 其他都在人为, 道家讲无为无不为, 其实这种无为也是一种作为, 只不过它是按照事物的规律, 不任意地干涉和乱为。 如果有人中了千万彩票, 或者通过一次偶然的机遇, 一下子发了大财, 我们就会以为这人的命好, 运气好就会很幸福, 可真的是这样吗? 贪婪的人性黑洞告诉我们, 这样的人根本没几个是幸福的, 而是相反, 由于金钱和物质的麻痹, 他们很多都越来越远离了幸福, 以至于走上了人生不归路。 对于整体来讲, 这种所谓的命好, 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, 大部分的命运之路, 都要靠我们的心情和汗水浇灌, 否则除了天命以外, 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?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, 要我们干什么呢? 四, 成功来自于我们的信念和付出, 真正的幸福和成功跟天命有关联, 但并不决定, 它们不来自于运气, 更不来自于偶然的天降大鲜饼, 而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念和未知付出的心血, 只有这样, 我们的人生才会充实和富有。 有人说, 马云的成功是偶然的, 他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, 可我们要问的是, 中国十四亿人, 为何独独只有马云看到了互联网的巨大潜力呢? 为何好运之神偏偏眷顾了一个长相不起眼的人呢? 这其中看似偶然, 其实是一种必然, 因为马云在大多数人举步不前, 旁观犹豫时, 已经鉴定了走出了第一步, 这第一步正是他命运的开启, 所谓的成功或运气, 都是为那些准备的人准备的, 这点到任何时候都不过时。 五, 你的认知决定着你是什么样的人, 你认为什么, 你就是什么, 你相信什么, 你就称为什么? 在命运免前, 我们人类大多怯懦, 大都很少反省自我, 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, 太强调外在的一些因素, 太过重视客观条件, 从而忽视甚至绞杀了内在的主观能动性, 忽略了自我性格, 自我的老化的观念, 对事情的影响和改变, 均不见,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, 在山区的某个庙中, 依然盛行并上演着算命, 求佛, 股价命运等方面的人生之悲剧,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, 我已经很努力了, 起早贪黑, 尽职尽责, 但为何还是没成功呢? 就像一位作家所说, 你的努力可能只是表面的, 只是看上去很努力, 你并没有认识到成功与自我之间的距离, 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为何不幸的深层原因, 另外呢, 你对事物的定义, 决定着你的前行的远近, 其实不成功的源头还在你自己, 在与你对成功的定义和理解, 如果你把成功看作一种理想的止步, 把失败看作尚未完成的成功, 你是否还会过多地在意过去的得失呢? 是否还会一直以为自己很丧呢? 命运这个东西, 说大也大, 说小也小, 说厉害也厉害, 说不厉害也就不厉害, 只要我们在顺从天命的大框架下, 把自我的付出和潜能彻底激发, 及时改变自己的错误认识, 进而做到问心无愧, 今生无悔, 那谁又能说我们没有幸福过, 没能把握自我之命运呢? 正所谓心念所致, 生万千欢喜, 作则必成, 每一个人当下的生活, 都是根据自己心念所决定的, 一个拥有正心, 正念, 正心的人, 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, 若一个人总是在抱怨, 在怀疑, 在憎恨, 那么即使他再怎么努力, 生活还是在原地打转, 这就是向由心生, 竟由心转, 你的命运藏在嘴巴上, 藏在你的言谈举止间, 所以, 想要改变命运, 就要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正向的积极自我暗示, 以改变命运, 从改变心念开始, 所谓心念一转, 万念皆转, 你有什么心念, 就有什么命运, 在秘密一书中, 有这样一个故事, 一个女士得了癌症, 但是她每天都会对自己说, 感谢我已经好了, 她心里完全相信, 她病已经好了的这个事实,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喜剧片, 让自己开心, 让自己笑, 三个月之后, 奇迹真的出现了, 她的癌症居然痊愈了, 太不可思议了, 没错, 这就是心念的力量,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, 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, 心里想什么, 就会聚焦什么, 聚焦什么, 就会得到什么, 任何事物, 只要你专注它, 我们就在创造它, 所以, 想要改变命运, 记住, 永远只说你想要的, 二改变命运, 从改变言语开始, 俗话说得好, 性格及运气, 语言及命运, 你嘴里说的话, 不仅在影响着你, 也同样在影响你身边的人, 有这样一个故事, 在一家酒店, 经理打开包房的大门, 发现服务员们正在哪里偷吃客人剩下的菜, 看到经理进来, 服务员非常紧张, 经理随口说了一句, 你们在哪里吃菜, 也不叫上我, 随后经理跟服务员一起吃了起来, 有一次经理遇到了客人的刁难, 有一个服务员拼尽全力帮助经理, 事后经理问服务员, 服务员说明了原因, 经理恍然大悟, 一切福天离不开心的, 你的嘴就是你的风水, 人这一生运气的好坏都藏在你的语气里, 所以若向自己命运翻转, 要存善念, 说善言, 要有意识地进行正向自我暗示, 你要习惯地, 把我恨你, 换成我爱你, 把太倒霉了, 换成太幸运了, 把真倒心, 换成太棒了, 当你经常这么去做的时候, 你会发现不仅运气变好了, 生活越来越顺了, 而且你还会发现命运不知不觉间, 也悄然改变了, 记住一句话, 修一张富贵罪, 享一时富贵命, 三改变命运, 默念三句话, 人这一生,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 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, 很多时候, 我们其实并不是被困难本身所打倒, 而是被遇到困难时的心态所击败的, 拥有一个好心态, 对于我们的人生至关重要, 而好的心态, 是完全可以通过刻意练习自我暗示来创造出来的, 大家每天可以默念这三句话, 来重塑潜意识, 改变命运, 第一句, 没什么大不了的, 一切都会过去的, 不管你现在人生经历了什么, 记住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, 哪怕说你现在出现了很糟糕, 很棘手, 或者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事情, 你也要记住, 一切都会过去的, 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身陷其中, 更没有必要被这件事情所困住, 再大的风它也不能一直刮, 再大的雨它也不能一直下, 记住坏脾气不能改变你, 唯有海纳百川的心胸才能助你成功, 第二句,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 当你人生觉得不如意的时候, 其实你应该庆庆, 因为老天并不会让你无缘无故经历任何事, 你经历的都是你该经历的, 记住一句话, 凡事发生必是恩典,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 唯有我们不断地经历磨难, 才会有百炼成刚的那一天, 唯有我们接受应该接受的, 才能活得更加坦然和自在, 第三句, 你变了, 一切就变了, 你是因, 世界才是那个果, 一切外在的像, 都是你心向的显现, 人生中不管遇到什么事, 都要学会用正面的心态去思考, 一件事情, 当你认为是好事, 就会变成更大的好事, 当你认为是坏事, 就会变成更大的坏事, 记住一句话, 内在富足, 外在富足, 内在匮乏, 外在匮乏, 所以, 想要改变命运, 就要先改变自己的观念, 当你学会了, 为自己进行正面的自我暗示, 命运就改变了, 这就叫做心想事成, 我就是想要改变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